前两天从知乎上看到了一个热帖 瞬间扎心 提主是一个32岁的银行柜员 邋遢好吃 想结实又管不住嘴 想运动又卖不开腿 柜台流程化的工作 让他早已失去了热情 想考公务员又屡屡失败 剩下的就是天天抱怨 得过且过 丧失的生活热情的他 处在崩溃边缘 只能向网友求助 32岁了就中年危机了 很多网友感到不解 很喜欢一个高赞回答 哪有什么中年危机 不过是你又懒又丧 这句话虽然不留情面 却说出了所谓中年危机的真相 人这一生 无论年龄几何 只要有敢于向前一步的勇气 中年照样也能活成青春期 曾看过这么一句话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 可是后来那些受过的伤 终将长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生活不易 但即使在现实里撞得头破血流 也要披上铠甲 披荆斩棘 中年人的铠甲 就是自律 作家颜戈灵 就是一位把自律 过成日常的代言人 自律这件铠甲 让他没有年龄的危机 只有越活越漂亮的人生 颜戈灵曾说 我12岁就是成年人了 看过电影芳华 就不难理解这句话 影片中 岁子的原形就是颜戈灵 15岁初恋 爱上了部队里的军官 最终惨遭背叛 并因为名誉受损 18岁父母离婚 他说这是比失恋 还痛苦千倍万倍的经历 28岁步入婚姻 但是结婚没多久 身在美国的颜戈灵 就收到了丈夫的离婚申请书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 颜戈灵的人生路 同样满是经济坎坷 困难面前 他在自律中逆风翻盘 人生的路越走越宽 颜戈灵30岁开始学英语 因为没有基础 就选择刻苦 走到哪儿都捧着字典 报班死科 最终拿到了全班 唯一一个全A成绩 面对美国留学的高额费用 他去餐馆打工 兼职做保姆 一个人打两份工 像18岁的少女一样拼搏 在写作上 他每天坚持创作六小时 为保证健康 每隔一天就要游泳一千米 他的作品经常出现在畅销书架 改编的优秀影视作品 更是层出不穷 莫言评价颜戈灵是 真正懂小说技术的人 马威都说 颜戈灵的那种美 让你不敢有邪念 自律让颜戈灵的岁月人生中 一边收获事业成就 一边收获健康美丽 面对生活苦累 颜戈灵会说 我也想歇下来 不阅读 不看英语 不做任何正儿八经的思考 然而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日子真的很苦 我可以永远吃苦 但我不可能永远年轻 你想要的生活 从来不是在安逸中等来的 而是在自律中努力争取来的 保持学习力 保持好奇心 这些都是人生披荆斩棘的武器 不论生活出我们多少软肋 只要保持自律的姿态 就一定会收获别样的精彩 张德芬老师曾说过 只是想一想某些事情 并不一定让它们发生在你的生活里 你需要不断地去想 经过一段时间后 它才会显现被创造出来 这让我想到了一位朋友 两年前刚认识她的时候 她还是一位焦虑感爆棚的全职妈妈 原本事业有成的她 为了照顾两个孩子辞职在家 可是家务的琐碎和孩子的不听话 耗尽了她所有的耐心 每每想到自己以前叱咤职场的样子 她就能感觉到自己心有不甘 后来她萌生了一个念头 想通过写作来梳理生活和赚取稿费 把自己的灵魂拉回来 之后的每天晚上 哄完孩子睡觉以后 她坚持爬下来写作 可是每每投出去的稿子 却几乎都是被剧或者石沉大海 那段时间她感到身心俱疲 心里的苦也没人能懂 只是一个人在生闷气 不过现实并没有打败她 她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 要把这件事认真铺开 自此 她找了很多关于新媒体写作的书 也报读了相关的网上课程 把大号文章拆解 细心地钻研 别人写的好的文章 去模仿 去学习 她把摘抄变成日常 把读书养成习惯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 自己的第一篇文章终于上稿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往后的日子里 陆续不断地上稿 让她越来越有动力 生活不只是柴米油盐 还有自己向往的一片天 如今她已经是好几个平台的签约作者 每个月都有不错的收入 就连丈夫都感觉 妻子越来越有魅力 心态越来越年轻 中年女性 在现代社会被赋予太多的贬义词 年龄 性别 身份 从来都不应该成为颓废的理由 无数日常琐碎 在中年人身上揭开生活真相 然而事实却是 你如何对待生活 生活就会回赠什么给你 现实残酷地打向你 你得狠狠地回击 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力量 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 都要在能做的事情上认真铺开 这样的人生岁月 自有厚爱 最近读了向前一步这本书 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如果有人邀请你上一艘火箭 你不要问上去之后坐哪儿 你只要上去就可以了 是啊 勇敢向前迈出一步 人生就会大不相同 毕竟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那么如何勇敢向前一步呢 第一 学会坦诚直言 要做到真诚的交流并不容易 但他却是人际和睦 工作高效的基础 桑德伯格还在星巴克董事会时 亲眼见证了因为真诚交流产生的力量 星巴克首席执行官霍华德 从1987年到2000年任职期间 公司从几家小店发展为全球零售业巨头 2000年霍华德卸任 此后八年里星巴克的业绩一直停滞不前 08年霍华德重新担任首席执行官 他在与国际部门经理们的会议上公开表示 公司已经陷入了严重困境 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情绪 流着泪坦诚自己辜负了员工和家人的期望 此后整个公司奋起应对挑战 星巴克的业绩在随后的几年里 实现了史上最高的收益和利润 这就是真诚交流产生的力量 人们有时因为各种各样的担心 不会坦率直言 从而导致一些不良后果 其实敞开心扉才是勇敢的姿态 第二 不追求面面俱到 桑德布格认为 让女性遵从那些有偏见的规则 同时又期望她们有所成就 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他自己也曾有过很多这方面的困扰 出道连浦网 一名匿名博主不仅撰写了文章批评讽刺他 还在他的照片上添油加醋 手里添了一把枪 脸上写着骗子两个字 并说这个女人会彻底毁了连浦网 桑德布格为此流泪失眠 担心事业从此终结 但是最后他发现最好的反驳和回应 就是无视那些烦扰 踏实地做好手中的工作 不要追求面面俱到 有舍才有德 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要学会把时间和精力 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 第三 学会听从自己的内心 为内心找一个让他快乐和充实的家 在这个家里 要有花草可以赏鲜悦目 要有大树可以挡风遮雨 在这个家里 要有爱和被爱 牵挂和被牵挂 尤其要有自己喜欢做的 并能让自己快乐的事 这样我们的内心 才能够得到满足 我们的人生才算丰满和圆满 杨岚曾这样解读三十二例 三十二例是独立的人格 是内在的驱动力 是坚定的自我认同 突破社会偏见 从知道到做到 寻找从小我到大我的意义 让自己内心先运转起来 才是最重要的 勇敢地向前迈出一步 你会发现未知的世界里 有你不敢想象的宝藏 一书说 当我四十岁时略有积蓄 丈夫体贴 孩子听话 这就是成功 初读不懂 步入中年 深知其中意味 很多中年人常常调侃 自己全凭一口仙气活着 其实 只要你不把生活当成累赘 生活也就无法让你疲惫 把健康当成责任 坚持锻炼 把幸福当成追求 经营生活 把成长当成追求 持续学习 这样的中年人 年龄只是数字 心态永远年轻 这样的人生 即便中年危机 也会活出青春期 新的一年 因为我们都能够做点健康的事 有趣的事 新鲜的事 向前一步的你 一定会遇见 越来越多的惊喜 共眠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